今次警服珠寶在下一城 奪得卓越成就奖 除了是对员工过去工作的认同和肯定之外 也都证明集团的顾客服务 一如以往是认真、用心、专注和以下为先 我们相信员工是最重要的资产 除了为员工安排产品知识的硬件培训之外 集团更加重视是软件的培训 即是培训员工由心出发提供优质的顾客服务 同时必须用心理解客人的需要 继而提供专业和适当的建议 才能够长期保持优质的服务水平 和长远的顾客关系 除此之外,集团也会邀请员工 参与制定顾客服务的政策 策获一些顾客活动的安排 从而提升员工对服务的主动性 透过神秘顾客的计划 集团更加了解千先同事的服务水平 从而进行针对性的培训 培训出更优秀的人才 和提升服务的素质 和与顾客的关系 而且集团也可以藉此表扬 一些结出的员工和分店 提升员工的士气 鼓励他们努力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前线员工可以透过计划 了解本身的服务水平 根据长进的优质服务指引 进而改善服务的质素 使得自身和景福集团能够更加精益求精 为了保持品牌的优势 景福集团未来发展是会继续提供 多样化和优质的产品 致力提升顾客的购物体验 亦都会积极寻找适当的地点 在扩张分店方便客人购物 景福的成功实在是有赖集团各部门的充分合作 以及对前线同事作出的全方位支援 加上完善及多元化的培训 先证能够有效及恒久地维持优质的服务 景福日后会提供更加与时并进的优质服务 以配合未来信息万变的顾客要求